大家好,我是Gay 很久沒見了 又是時候搞搞自己家的時間 今天我就準備做一條渠 因為我家裡有點斜坡 那些水通常就在後面那條路 就一直流進來 進來我這個停車位 經常做到地就很髒 有很多那些塵、垃圾 那我都忍受了很久 就積了很厚的那些 很厚的那些髒東西 那我每年都要用那些水槍 去洗乾淨的地 要不然就越積越厚,越來越髒 自己都忍受不到 那我上兩個星期就把地 弄平一點點 弄光滑一點點 沒那麼容易積髒東西 那之餘呢,油了顏色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後面 後面的水沿著這個斜坡 就一直流進來 那所以我想這個停車位置 就乾淨一點點 就想在外面這個位置 這裡25尺左右 就做了 由這個草皮 人家的草皮開始算起 延伸過去25尺左右 就做一條渠 做一條雨水渠 由上面一直流下來的雨水 因為整個冬天都會下雨 有時候春天秋天都會下雨 有很多雨水 那些雨水呢,我就引流過來這個 屋旁邊那個排水口 這個drain tile呢 其實它真的是tile來的 以前幾十年前那些 那現在就不用這些 現在用那些膠 現在用這些 那我以為呢 它一直都是用這個 誰知道只有一個小小 那我現在第一步要做的呢 就是畫好這條線 其實我剛剛已經戒好了 戒了一半 一尺多一點點 那我裝一條 裝一個水渠 一條有十尺的 都是膠來的 那我首先呢就用這個 小的grinder 因為它無線 那我就輕輕切一條限線 跟著呢 之後用這個大的 插電的 那我再戒深一點 那戒了 這一尺的位置出來呢 我就用打水來的機 就打了它 就再藏一條排水進去 那戒之前呢 防護裝備就 一定要做好 這間椅子呢 超級好用的 我做避免的工作呢 我都會用這個椅子 戴上帽子先 防曬也好 防塵也好 那我就搏了吸塵機 因為一屆呢 我試一下 一屆會好 大層 好大層 剛剛試過呢 是吸了大部份 吸了八至九成的層就可以 所以 戒的方向呢 就向前推 向前 推一條坑了 再向後拉 這樣就確保呢 你真的戒了那條線 如果不是呢 你一路向後拉 那些層呢 一路蓋住後面的線呢 你看不到呢 就戒得不準 即戒得不漂亮 這個七寸的關頭 這個力度會大很多 其實呢 要兩隻手 來操作的 如果兩隻手操作呢 就用不到吸塵機 即是拿不到這個管 我剛才呢 用小的那把呢 隔了條坑呢 這個呢 就可以單手操作 那如果大家買些新屋呢 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通常 車庫啊 外面呢 都一定會有一個排水渠 給大家看一下 吸了多少層 在吸塵機裡面 我想差不多有三分一桶 如果不用吸塵機吸呢 這三分一桶層呢 就分佈在空氣裡面 接著會把我所有 座台啊 屋仔啊 地面啊 都鋪滿了層 為什麼那些人喜歡用Hilti來打水泥呢 因為Hilti呢 它有一個AVR功能 它就將那些衝擊力呢 在裡面吸收了 如果不是呢 你用普通那些打呢 那些衝擊力會傳到你的手裡 打一會整隻手會避開 所以Hilti這隻呢 就算你長期打呢 你的手都沒有那麼累的 好啊 好啊 打完了 接著呢 就將這堆石頭 放在一邊先 還沒夠深 起碼都要挖多幾吋 啊 要幾千元 一人弄可能要幾千元 一人弄可能要幾千元 很多黑色的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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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煤炭啊 這是什麼 這是納車來的 黑色就是煤炭嗎 拿去燒 你坐下 去床椅你 喂Siri 播音樂 你真假的 你沒有Siri的 很喜歡做破壞性的工作 哎呀 很大力 它們好像用藍朱古力 我們今晚不如去吃糖水 我的力已經差不多用盡了 我的力已經差不多用盡了 有些很可悲 OK 接著可以360度轉動 我試試可以衝過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OK 好 回來了 挖好了 剛剛好可以放這些水槽下去 Hello 今天就可以放這條渠 這些渠 渠 十尺一條 一百零幾 在Home Depot 可以賣 我買了兩條 加了一條小的 這條小的 40吋 可以接駁 可以接駁 可以扣住 然後呢 上這塊東西在旁邊 可以固定它 可以 它說裝好之後 可以乘重5噸 在上面 還有裝這些渠 有個準質的 低於地面的 低地面 百分一寸 至到四分一寸 那我 一會會佔高一點 拿回適當高度 有些配件的 可以 把渠 扣起 放在鋼筋上去 那這些鋼筋 八尺一條 剛剛好三條 為什麼綠色呢 就是因為 它是防水的 它外面有一層二棵 包住了 所以它是貴一點 不過長途剛剛好 不用介 那我剛剛去買鋼筋 買材料的時候 就多手看看 車子的軚壓 那些東西 就發現 軚壓不足 看到後輪剩下三十幾 其他都四十幾 看到眼釘 刺進去 因為今天是禮拜日 車行不開門 那我自己補 剛才去Kalindian TIE 就買了這兩樣東西 補軚工具 這支是膠水來的 加起來都是十九元 那上次呢 前輪都是爆胎 都是橙釘還是橙螺絲 去玩不補了 就是二十元 那這裏十九元呢 最少可以補五次 有五條的那些補軚 那為什麼經常橙釘呢 就是 Kerry呢 經常去工地 經常去項目工地 自己又不小心 就慘了一間釘 慘了一間釘 慘完釘呢 就不懂怎麼搞 又怕了 那拿回來也是我搞的 這個是Tesla的Jetpad 那我佔著你 佔著你 佔著你頂高它 如果Tesla在丟柄換 它不會幫你補 整條換 那貴很多 那為什麼它不幫你換呢 其實就是 Tesla在輪胎就是防爆胎 就是好像那些歐洲車 保馬那些 都是用防爆胎 那個車是沒有後備輪胎的 就是它不會有一條後備輪胎 在裡面的 那它裡面呢 會有一條海綿的 作用呢 可能你 這樣釘吧 那它都不會扁 它會有少許壓力頂著 那所以呢它都還可以走到 蚊頭釘出來 好 多長啊 聽到漏氣聲 原理就是 將這些牛筋呢 塞住孔而已 這把東西呢 就給你刺大一點的孔 才可以穿到這條東西進去 跟著這支是膠水 插下去有一個潤滑作用 還有乾了會黏住 那我現在首先鑽大一點的孔 因為呢 我不想用這支 因為這支呢 很累的 插到 很難插啊 用手 用電鑽就方便一點 因為不轉大一點 很難插的 那有時候呢 插下去呢 拔出來呢 做一條尾仔 那尾仔剪掉它 那現在呢 不用了 一塊那樣 走一走一走就沒有了這塊東西 最主要呢 就是調校正確的胎壓 那每部車的胎壓呢 都會寫在這裡的 好 42PSI 42片口 那我打回42 再穩陣一點的 就擠點檔液下去 可保剛才補那裏 霧氣泡霧出來呢 等於沒有漏氣 那這些排水管呢 就是我以前用剩的 那我這裡用了 不要浪費 其實我剛才呢 打算不買這些接駁位的 它本身這裡有up位呢 可以扣完 但我覺得扣得不實 反正都是 要做做到最好 鋼筋我沒有打算下的 後來想想一下 看到它包裝還可以下鋼筋 下了 它這個位呢 剛剛好扣下去的 當然它會跟著螺絲啤 好 好,現在出一下平水 這邊要再高一點 右邊 但是平去不到水 好,鋼筋那些已經下好了 那我現在開始駁這個渠 好 藍色這隻膠水呢 就專給這些黑色ABS管用 那白色那隻VVC管呢 是用另一種的 那也有一隻膠水紅色的 這樣兩種都可以 這膠水最緊要夠 太少呢 有機會黏不住 會漏水 好 好了,這條渠已經薄好了 那這個位置我將 將它塞住了 那一會會倒水泥 我怕會 那些水泥一邊倒一邊流下去 對了,還有下水泥之前呢 就要用膠紙蓋了它 黏住面子 要不然那些水泥都掉下去 在下水泥之前呢 因為旁邊這些是舊的地方 還有很光滑的 所以呢,我們要塗些 塗些Primer下去 混一些鷹泥粉 掃一下旁邊 就好像一層膠水那樣 將新和舊呢 就黏住 如果不是呢 下了新的之後呢 它一收縮呢 旁邊這兩邊呢 就會開裂的了 那所以我想盡量地面它開裂呢 我就塗層這些Primer 它就說一比三的 一份膠水三份水 純水泥粉 掃到旁邊那裡 我會首先拿一包Self Leveling的水泥 作用呢就是 那些水泥呢 它是自己會流平的 很小的縫隙呢 都會自己流進去的 那因為我剛剛設好這個 這個高度呢 它下面有個縫隙的 如果我放那些碎士呢 它很大粒呢 未必能放進去那個縫隙那裡 那所以我買了一包 這支支流瓶水泥呢 那它是很稀的 好像水狀那樣的 那就可以流進去那些縫隙那裡 那還有它很快硬的 那硬了呢 它可以 上面這個渠呢 就有足夠的成沓 填了下面那條縫先 5L 下5L水 這個18L 3分1度啦 3分1水呢 就可以 夠好一包 那些水泥呢 就自動 填好了泥 和 那個醬中間那條縫 一包 只有1尺 可能要20包 好 差不多了 弄好了 嗯 拍一拍這裏先 我拍的 可以了 可以了 兩邊水泥呢 已經 嗯 兩邊水泥呢 已經做好了 那 那面呢 我光滑了 那渠呢 確保了呢 在地面 以下的 就是低一點點 它會 去水會 會順暢一點 那現在呢 就撕了一張膠紙呢 那就 大功告成了 這裡 用了幾錢呢 大概 我計過啦 大概就 600多700元 加幣 一條10尺呢 就100元 那兩條 再加上水泥 15包水泥 跟著 六條鋼筋 還有那些小的配件 那大概 等垃圾 我想600多700元 那做了一條 25尺 長的 雨水渠 那現在呢 就撕了一張膠紙先 算了 算了 留下 落印 那這些渠蓋呢 每一節呢 都可以 都可以開的 那要清理呢 就 開了它 那我現在呢 就裝回這個 隔網 可以隔了樹葉啊 垃圾啊那些 那我 我應該會再加 再加一個再密一點的布 在這裡呢 盡量雜質都隔了它 那我不想 那些雜質全部沖到 Tile Drain那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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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師傅